10月18号,在四川成都天府立交桥下,伊恩正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城市风光 除了摄影师的身份外,他还是四川航空公司的一名英级机长 2018年,伊恩加入四川航空公司 在此之前,伊恩在欧洲、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地的航空公司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 飞行足迹遍布世界 在成都工作后,伊恩还获得了中国驾照 飞行之余就会开着车去品尝川菜,体验川剧和拍摄城市 尝试融入这座烟火器十足的城市 从来到来在 Chengdu 当时,我来到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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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,我去看什么我找到 我喜欢的特色的照片,我喜欢是《Documentary》的照片 就是在生活中的事件上,我找到人有趣的面子和有趣的面子和有趣的面子和有趣的位置 我来到沙头的温度,我会到人们在玩的玩具中,所以我来到来时,我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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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山上的游戏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全球航空业损失惨重 复苏缓慢 伊恩坦言 在国外 即使是飞了十几年的老飞行员 眼下也难逃避裁员的命运 美国航空业 很多人都会缺乏联络 我认识很多朋友已经失败了职务 主要是这种疫苗会离开 就像之前的疫苗 或者新冠肺炎 或希望是疫苗 如果这次会发生 可能车航空业能够回复 在疫情爆发之处 由于部分国际航线停飞 以国际航线飞行为主的伊恩 一度在加长期休假 随着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国内航班量逆时而上 复苏势头迅猛 不久前的中秋国庆假期 中国民航公计运输旅客 1326万人次 日均旅客运输量 恢复至2019年国庆假期的 91.07% 在此背景下 如今以飞行国内短途航线 为主的伊恩 又重新忙碌了起来 所以前面的疫情 我会飞行国际航线 最多的我的飞行是到 欧洲、澳洲、澳洲、澳洲 但由于疫情的飞行 我的飞行国际航线 完全停止了 所以现在我飞行到 秦南、黄州 有时到北京、上海 如果更多中国人来飞行 我会飞行他们 我会飞行国际航线 我会飞行国际航线 有时到复杂的 很厉害 它是残酷的 殿航线 但中国是 幸福的 它是一个大国的国家 它是 航线 它是航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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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国际航线 因为 中国的航线 中国的航线 航线 都能复杂 只是在航线 由于 航线的航线 和 这种人的航线 所以 如果是航线 the Chinese airline right now you're probably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secure your career